D100有星書 名人改變世界精彩演說 甘地論不合作 甘地生於印度西部波爾邦達一個土邦大臣的家 媽媽是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 對甘地日後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 1914年甘地從南非回到印度 很快就成為了國大黨主要領導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因為英國不對現承諾 甘地開始組織非暴力反抗運動 為了制止教派衝突 75歲高齡的甘地採取了絕食的方式來感化大家 他要求各教派寫出書面保證 不再發生宗教衝突 還賠償巴基斯坦五億努比 但是正正是這個要求 激怒了一些印度教徒 1月30日 甘地在一次祈禱會上 被一個激進的印度教徒槍殺 享年79歲 1919年4月 英國殖民當局製造了 雅姆利別大屠殺 導致反英大起義 第二年9月 印度國大黨通過了 非暴力不合作方案 這篇的演講 就是在那次大會之前 在馬德拉斯發表的 《甘地論不合作》 這篇20世紀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史上的重要文獻 演說的時間就是在1920年的馬德拉 他當年是印度總理 有關不合作這個問題 英國等協約國瓜分土耳其 保衛伊斯蘭教 為號召而興起 印度的穆斯林 對這個看法深如刀割 英國首相經過深思熟慮的 以英國名義許下的諾言 已經陷入泥沼 令七千萬印度穆斯林 屈服在他們的宗教施行的 不道德的暴力 才是不折不扣的違反憲法 令整個印度 麻木不仁地 和一個踐踏旁車譜尊嚴的 非正義政府合作 才是真正的違反憲法 所有的同胞 只要你們還有一些尊嚴 只要你們承認 自己是世代相傳 高尚傳統的後裔 和是維護者 你們不支持不合作運動的立場 就是違反憲法 和一個變成非正義的政府合作 就是違反憲法 我不是一個反英主義者 不是一個反不裂癲主義者 更加不是一個反政府主義者 但是我反對虛偽 反對欺騙 反對不公 這個政府堅持非正義一日 就會視我為敵一日 將我視為死敵 在阿姆利則的國會上 我對你們開誠報公 我曾經跪在你們之中的一些人面前 恨求你們和這個政府合作 我曾經滿懷信心地 希望那些通常被認為是英明的不裂癲部長 會安撫穆斯林的情緒 他們會在龐遮普暴力的事件當中 完全主持公道 所以我當時說 讓我們和他們重歸於好 握著身向我們的友誼之手 因為我認為 這是通過皇家宣言 給我們傳遞的友誼 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當時才保證一起合作 但是今天 這種信念已經煙燒雲散 這是要歸咎不裂癲部長他們的所作所為 D100有聲書 名人改變世界精彩演說 聲音演繹 彭晴 後期製作 蔡浩良